法民和成大舉行憲制研討會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批評 政府早前要求終審法院就愛容居港權案 提請人大釋法 將政治問題推卸給法院並不公平 無論法院怎麼判 本港法治都會受衝擊 保留權利會否去人大釋法 這正正是你對法院不尊重的地方 如果他們說真的去尊重法院判決 政府是應該放手 無論他怎麼判 我都會受判決的約束 不過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另有看法 強調人大過去四次釋法 本港法治仍然健在 相信中院無懼政治壓力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認為 每一次釋法都會動搖 市民對司法獨立的信心 拒促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澄清做法會否影響到 目前享有居港權的人被剝奪權利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佳堯報導